好 插播最新的消息 歌手肖靖腾昨天遭到歹徒颇排泄物 事后他气氛难平 现在也出面来说明 我们来看现场 一台机车 两名 两名 我叫他们嫌犯好了 两名很快地朝着我回来 但是我已经上车 后来一名嫌犯就往司机的驾驶座方向敲车窗 然后一开始他还没有做任何动作 他只问说 请问这是肖靖腾的保姆车吗 就是说我想请他签名 就是意思还是要见到我 还是要找我 还是要我下车 所以我相当肯定他们是针对我 那么这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要马上要工作要出门 然后我的工作同仁阿龙 他就很客气地跟对方说我们要有工作要先离开 然后他二话不说他就把他手上已经放了 我看应该是准备非常久的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据邻居跟很多很好的邻居朋友们说 他们在这边已经埋伏他们知道的两天 但是实际多长时间我不知道 所以然后描述是说这个东西一直在他们手上 所以他们是准备很久 准备很久 然后就往这个阿龙的身上头上摘下去 然后喷到这个车内 跟同事的身体啊什么什么 我觉得很糟糕 我们听到了肖静腾呢 他出面来说明当时候被剖排泄物的情况 他很明确地表示歹徒是针对他而来 而且已经埋伏了两天